第一層呢就是大家所看到外觀的黑色白色的羽毛繩 那他們的羽毛又多又無聊 大家可以尋常在游泳裡的羽毛繩 其實這羽毛繩量是水潮得多 另外呢他們在羽毛上也會有潮汽的孤寒 那對游泳裡的孤寒刀者具有水的效果 那第二層呢大家可以仔細觀察我們企鵝在水浴流的時候 我們第二層會有一點汽泡的產生 那大家可不要誤會就是他們在水裡面脫頭的放屁喔 這是他們的第二層做到紅氣層擠牙所造成的 那在承受氣層呢就有潮汽的效果 會發起他們的羽毛繩胸 那底下層呢就是我們大家都有的羽毛繩 第四層呢我們的汽油呢 有後約兩到三公分的羽毛繩放成喔 那以上的這製成功照呢 就可以有效的把水浪再製成喔 喔原來呢 汽油水上已經脫脫的 我們賣掉你們有的羽毛繩